政府和專家在不同場合 都多次呼籲自覺有較高感染風險 和有輕微病徵的市民 盡早去做2019冠狀病毒病檢測 現在市民不一定要先看醫生 可以直接去醫管局核下 46間普通科門診 拿樣本包做免費檢測 是的,醫管局會延長 38間診所派遵和修章時間至星期六 另外8間診所還會一星期七日 包括公眾假期都提供服務 還有三間診所會加設自動養本包派發機 真的很方便 另外4個較長期的社區檢測中心 有望在這個月中開始運作 為市民提供付費的檢測服務 用來做出行或其他私人用途 還有在有需要時位特定群組 提供免費病毒檢測 社區檢測中心會提供 預約和職場登記服務 而自費檢測服務 每次不會超過240元 多謝 多謝